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红 今天我回来家里面,昨天没回来 今天天气太热了 有28-29度,是闷热 而且还每天都是下雨 这两天也没有怎么拍视频 就我的腿又开始痛了 就好像每个月的生理期一样 说真的,就是隔一两个月又开始痛 隔一两个月又开始痛 这次也是一样的 是后跟这里 疼得就是一落地就开始痛 走几步路就不能动 反正就是 就是这个腿一直都是紧绷绷的 一直在这里考虑 需不需要去医院看一下 因为一直在忙 而且我感觉看也是白看 因为以前看了很多了 但也没有什么说是 具体的也没有说清楚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医生只是说什么 鼓励度低 然后我的腿因为原来也残疾 后来又受过伤 就是要保养 要少走路都是说同样的话 每个医生都是说同样的话 所以我感觉也没有去看的必要 就是自己擦点药 然后少走路 但是过了这两天又不痛了 又跟以前一样了 大家看现在我的这个腿 后跟都是老脚 这些 而且这里一摁就痛 还有这些都是肿的 前两天一摁就是一个印子 半天上不来 这两天还好一点 反正就是一两个月这里就开始疼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下面现在也转移到这里了 也看不出什么了 这里没有走 因为这里是原来留下来的 看着转其实不走 因为这里两天 感觉每一只腿都是紧绷绷的 因为我们这个上班 就是这种 不管是我们还是好多朋友 因为都是要走路上班 而且走的每天还比较多 我现在尽量早上 这两天都没去 就是锻炼身体 没有去走了 因为这个腿痛 我已经买了那个 比较好一点的鞋子穿了 但一痛起来 就鞋子也不起作用 就是要躺着 然后把腿伸直了 这样才好受一点 这两天 这两天反正就是 特别不舒服 因为要上班也是尽量是坐着我这两天 哎呀真不知道要怎么办 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年龄最尴尬了 又要赚钱 又要保证自己的生活质量 要保证父母的生活质量 真是太难了 还好我没结婚 结婚的话 那不需要连累更多的人 现在让我自己一个人 承受这些人承受这些生活中的一些痛苦 就行了不要拖累别人 有的人说就是找个爸 帮你分担一点 其实我不是这么认为的 反正每个人的生活不同 反正只有努力 等过两天 我去还是去医院看一下 说了好几次都没去 这次去看一下到底是要怎么办 然后再叫医生帮我开点药 还是照个片子看一看 我的这个腿是怎么回事 怎么每一两个月就要痛一次 现在也快八点了 我们要去公司里面了 明天还有货要做 真是货不当行 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老是有事情要做 也是没办法 只有 只有忍着点了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 下次见